中台烟花路径逐渐前往西北西前进 意味着花莲南区也逐渐远离台风的威胁 瑞穗乡文旦幼农松了一口气 长风吹息的机会少了 取而代之的是丰沛的雨量 正好一节两个多月来的高温旱象 此外各农镇单位也早已规划文旦幼的产销策略 准备迎接文旦幼的丰收年 目前仍在原地打转的中台烟花气象局预测将逐渐往西北西方向前进 今天一整天瑞穗乡地区仍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 农民面对烟花台风强风吹息的威胁似乎不那么担心 反倒认为台风尾奉沛雨量正好一节这两个多月来的高温旱象 如果说它只是单纯的下雨的话 我想对我们这个鹤岗的文旦又是有利无害的 因为我们最近这一个月来几乎是没有下什么雨 那如果有这个可以下一点这个雨的话 对我们文旦又的品质会更好这样子 那我想我们文旦又再过一个月就可以采收了 那我们也期待说在这段期间 天佑台湾可以让我们无风无灾 让农友顺利采收我们的文旦 全神关注台风追星动态的农会认为烟花北漂力大于弊 除了是祈求老天爷能降低台风的灾害威胁 另外也和县府农委会等上级相关单位 及早制定规划文旦又的产销策略 准备迎接文旦又的丰收年 现在我们农委会跟花联县政府都有积极的在协助 我们做一些这个促销 在外销的部分 那我们也跟这个外销商有做一个合作 就是把我们赫钢文旦有做这个生产履历的部分 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外销商能够行销到日本 到我们的新加坡马来西亚 这个北美等地 而随着中度台风烟花脚步逐渐逼近 下午过后瑞瑟地区也出现零星降雨 农民除了是做好防台工作 也祈求老天爷能帮帮忙 希望降低烟花台风的威胁 让农民辛苦在种管理的温丹佑 也能够有一个好收成 记者石玉兰坠岁采访报道